如果上天给你一次穿越回到过去的机会 你会如何选择 道格丹泽尔华盛顿氏 是一个尽职尽责的ATF特工 为工作奉献了一切 办案洗心钱敏锐 克莱尔保拉巴顿氏 是一个莫名躺枪被反派绑架并杀害的可怜路人角色 最终被男主道格成功复活 奥斯塔特·詹姆斯·卡维泽氏 是一名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 自诩为一名爱国者 却以杀戮他人作为自己的救赎 一艘满载乘客的邮轮 在启航不久后忽然爆炸 穿上重名罹难 ATF特工道格奉命前来调查 在探案过程中 道格迅速从一具生前名为克莱尔的女性尸体 发现重要线索 于是道格将报案重心锁定在了杀害他的凶手身上 因为这个凶手就是邮轮爆炸案的凶手 在克莱尔家取证之时 道格发现了屋内许多反常的细节 尤其是墙上留言板上的 你能救他这句话 让他有种自曾消失的感觉 屋内的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他 这里与他有关 之后 FBI探员安德鲁 邀请道格加入他们的专案组 并将他带到了一处 有着核心高科技装置前 该装置能在大屏幕上 在线前四天 零六小时以来的一切 利用这套设备 道格令画面直接去交在四天前的克莱尔身上 观察他生活中的种种细节 但道格很快发现 屏幕中的克莱尔总会向屏幕这边看过来 并且在日记之后写道 总有一种自己被监视的感觉 对此产生怀疑的道格 趁周围同时不备 用机关笔将光线射入屏幕 于是该大型装置马上当机 道格恋证了他所怀疑的最大的问题 屏幕内外的世界 在物质层面时 接着的 道格被此深深震撼 在同时向他解释完这一切后 他们向屏幕那边的世界 传送了一张既有关键线索的纸条 到道格在ATF的办公中上 却阴差阳错地被他的搭档拉里发现 拉里决定独自前去侦查 不料被奥斯塔击伤并绑架 最终拉里也因此而死 以确定恐怖分子的所有信息后 专案组马上抓捕了奥斯塔特 道格在审问奥斯塔特之时 对方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和忏悔 反而表现出了一副 众人皆罪我独醒的样子 还用一些听起来逼格非常之高 又似是而非的话来善意的劝诱道格 道格听了当然是不鲜一骨 但是心头的怒火已经累积到了 濒临爆发的程度 他决定要穿越回去改变所有的一切 主角光环附体当然是成功穿越 成功详细一切 有成功拯救克莱尔 在这一过程中还爆发出了暧昧的火花 最后成功嘴炮 控住了反派奥斯塔特并一枪爆头 顺带救下了一传人 穿了回来的道格带着反派装有定时炸弹的 乌尔沉入水中披扎在红归余境 但是在这一世界的道格还是被派来调查 与被救的克莱尔继续发展暧昧的火花 一手伸张了正义 一手收获了爱情 本篇由托尼·斯科特指导 讲述特工道格利用斯桶相识的感觉 对一宗恶势力的案件 展开了其他不舍的调查 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 该电影于2006年11月22日在美国上映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